云端硬碟建议跟分享资料夹 那你跟Google申请的账号 你有一大堆的服务都可以从这里来 那这些服务一个很棒的东西 它都可以在手机安装 所以你在电脑看在手机看在平板看 内容都一样 云端硬碟很重要 云端硬碟我们昨天大概提了一下 你跟Google申请的账号你有15G的空间 有15G的空间 那可以从这里看得见 那在云端硬碟进来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先做什么 先新增 资料夹 你不可以把你东西像垃圾堆一样 要做分类 应该做分类的 各式各类别的资料 就放进来这里 那像在引起课程里面有很多 每个课程我又建一个资料夹 会放进来 这样管理才方便 好那建立资料夹如果这个资料夹很重要 我建议你可以按右键呢 点了它完电了守折 按右键 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变更颜色 色彩比较好变更 容易去做辨别 这个认证在这里 颜色最容易辨别 那在这里检视模式还有两种 这个 这颗 有时候画面会长得不一样 这里有点多了 这资料夹太多了 我回到上一层好了 好按两下就进到里面去对不对 然后呢再点这个进来 那这就是 各位 昨天所上传资料夹 我们在切到这个什么 清单检视 就会告诉我这个答案是谁传的 它会显示出来 那云端硬碟可以设分享很棒 所以呢进到云端硬碟 第一件事情先见 资料夹 那资料夹你可以设颜色 那接下来就可以把你的答案上传 那在云端硬碟 这边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卧的文件 这个在Google文件 试算表 简报那这边的表单 还有协作平台 地图这些都可以做 那这些是后来加进来的 这边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的资料都整理在这个地方 那点的他 要点的他 这些功能怎么没有呢 不是共享 你要点到目标 这边才能够出得来 预设这个 那这个连结要给人家 预设这个档案 像这个 是没有做分享 分享的资料夹 就会长人 有个人在里面 就是 点这个 共用 它的专业术语 叫做共用 点进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一大堆东西 这个资料到底有谁在用 我是这个 拥有者呢 我不给人家 他就可以拴掉 如果这不给人家呢 来变更 我不给人了 做什么 限制 完成 各位再看一下吧 等他一下 人就不见了 要给人家怎么办 开启这个 这个最快这个 连结在这里 你把他改成什么 知道连结人 你把这网址给你的朋友 他就可以下载了 就可以下载 看一下 人又出来了 好 那进到云端一点 再跟你报告一下 第一件事要先建资料夹 资料夹可以按右键 可以做 所有事情 首先先给个颜色吧 命名什么的 那这资料夹如果要分享给人家呢 就透过这个地方来做分享 那管理在这里 都叫共用 我说这资料夹可以按下载了吗 这资料夹可以按下载了吗